瑞安那一座民房突然冒出了黑烟 不过好在当时刚好有民警在附近巡逻 监控画面显示 上午10点钟左右 瑞安市唐夏镇上马村路口 一间两层楼民房开始冒烟并着火 火势越来越大 巡逻至此的唐夏交警中对民警 立即下车拨打110并且实施救援 当时我们把门拆开以后就发现了那个煤气管 万一火烧过来的话 这个是个电磁炸弹 后果就不肯思想 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煤气管拿出来 民警相继把房间里的几个煤气管抢了出来 随后大火很快将整排房屋烧着 不久消防车赶到 把火势逐步控制 据了解被烧的民房共有六间 都是木质结构 最先起火的是中间一户人家的厨房 消防部门初步确定火灾是电线短路引起的 瑞安台报道